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把自己的肌肉增强 这也是一种减肥 欢迎您来到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 国庆系列特别节目 餐桌上的养生精 我是主持人 段先生 是每逢佳节胖三斤 今天是国庆长假的倒数第二天了 相信各位观察一下自己身体可能胖了不少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减肥的话 就是管住嘴 迈开腿 但究竟怎样的方式才是最科学的减肥方法呢 我们请出一位专家来为您打一解惑 我们想的专家是来自于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胡东鹏老师 有请 胡东鹏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以临床为主及其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 本期爱人团 胖胖 蓝冰营 无敌 其实我们都很关心这个话题 谁都不希望自己太胖 除了胖胖 然后我们就很想保持我们的身材 那么我们首先想知道一点 减肥减肥 到底减掉的是我们身上的什么东西 减掉的肥吗 其实胖的美丽 胖的高兴是挺好的 但是呢 老师太了解我了 太会说话了 知道讲这一切我不会太好受 虽然说我的名字是胖胖 大家也叫习惯了 我确实是比一般的人啊 女主持人啊 男主持人胖一点 但是我她胖也是有节制 有节操的 我也不是说我一定要长到五百斤才行 我就控制在四百五就对了 减肥呢 主要减的是肥肉 肥肉 就是我们的肥油肥肉 其实我们身上啊有肌肉 有这个肥肉 我们要减掉这个肥肉 我觉得只要体重称上的数字少了 就可以了 而且冰莹其实这几天她有瘦了一点 但是她告诉我说 她称上的数字没有变 但是她的脸小了 腰细了 真的就瘦了呀 不重要 看起来瘦就好了嘛 对啊 其实胖和瘦都是美丽 对 跟美丽其实不相关 其实过去唐代讲的跟杨贵妃以胖为美 其实我们说胖瘦跟美丽不关 胖和胖的美 瘦瘦的美 关键是为了健康 其实我们说这个减肥的这个 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了 过去讲有一个肥胖原因啊 是跟这个叫节俭基因有关 嗯 就说人类呢 它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呢 原来打这个烈的时候 那食物啊特别不容易打到 对 所以呢有的时候打到了就玩病吃一顿 吃一个人体慢慢就培养这个节俭基因 就到时候吃的就玩病吃 都把它带在身上 然后呢等打不到食物的时候 就消耗自己身上的这些物质 等待打到又玩病吃又长在身上 就像骆驼一样 对 现在所以现在真正胖的人 说明古代他技术高中 他还真是要是遇到困难环境 他是最优秀的人了 哦 他胖就是在夸你啊 对 在夸我 意思我是一个英雄 意思我在远古时代我不会饿死你 是吧 我能比你破火几天 对啊 你是那个 优秀的种族 他是生物进化论里边 那个高等人群 哎呀 在这儿了都 对 非常是 对 那运动减肥 各位有过体会吗 蓝宾 有过体会 但是我坚持不下来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运动减肥之后吧 胃口特别好 就是我每次就运动完了之后吧 然后回来又觉得白运动了 又饿了又吃了好多 对运动减肥 我们笼统来看 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减肥方式吗 运动减肥确实是非常合理的 其实我们说肥胖啊 现在好多人对肥胖有个误区 就什么是肥胖 就包括我们标准体重是不是就不胖 身高减105 加减5公斤 我们说就标准体重 但是好多女同志 现在减肥叫好女不过白 叫减肥 它就是什么理念 那么你是标准体重了 你是不是就不胖 这都是问题 其实好多是内脏胖 是吧 脂肪在内脏的成绩 它也叫胖 虽然在标准体方面 它要改变 它不见识是降体重 它是要把脂肪和肌肉比例的改变 也就是刚才兵营的方式 通过运动的方式 把脂肪减少 把自己的肌肉增强 这也是一种减肥 我觉得运动减肥 还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就是我通过运动减肥之后 我之前有一点清楚的脂肪肝 就是糖代谢呢 倒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去做了一个具体的 糖耐量试验 四个小时那个 如果就医生告诉我说 如果你再不减肥 你就会成为糖尿病的 这个什么初期患者 怎么怎么的 就这一点把我吓到了 我才去减肥肥 去运动 我当时运动减肥肥 我再去做体检 什么代谢啊 脂肪肝啊 这些都没有了问题 唯一我不足一点 就是我没有坚持 对 好难坚持啊 其实我都坚持了 一年多的运动 突然有两三个月 一停下来 哇 各种涨 一个月涨二十成 所以不光是没有减下来 相反反弹的数量 早早的就超过了 你减下来的那个数量 对 因为运动完了 胃口特别好 平时吃半个馒头 运动完了就能吃一个 一个吧 对 然后吃特别香 然后感觉运动之后 然后吃东西吸收率特别好 对 所以说你的运动 主要是为了增加食欲 对 我就为了多吃一点 其实呢我们看得出来 很多人在选择运动 或运动方式的时候 总是和自己的饮食习惯 没有玩 没有科学地搭配在一起 而且有些人选择运动 就只选择有氧 选择跑步 结果后来发现 这个跑步呢是肥了小腿 结果选择游泳的人 是肥了大腿 相反还没有起到 他自己最初的 这样一个减肥的初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运动当中 这个不合理的运动 可能会造成一些 不减反增的效果 来 请看大屏幕 好 请问以下 哪些运动会增肥 A 短时间运动 B 快速爆发力运动 C 大运动量的运动 D 长跑运动 各位 给出你们的选择 你们认为哪些运动 不光不会减肥 还有可能会增肥 胖胖选A 你为什么选择短时间运动呢 其实我不太确定 长跑运动是 肯定不可能增肥的 你看长跑运动员 个个都跟瘦牵牵似的 对 是不可能胖的 大量运动 大运动量运动 我觉得其实可以让人瘦 但是是看你怎么运动 如果你只练武雅 只练增肌的话 那人看着还要快 还要结实 就比如说游泳运动员 对不对 都是每天好大量的运动量 然后但是他们都 非常的健壮 对 然后快速发力 你这短跑的不太清楚 但是我认定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这段时间运动 你隔三差五的倒会胖 因为我自己就有这种感受 很明显 对 就短时间运动 然后就胃口就运动开了 就只是把胃运动开了 然后吃的变多了 然后就没有消耗很多 好的 老师我们来解解货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选项 就是短时间运动 他们认为 它不会起到减肥的效果 相反可能会增肥 您怎么看 是的 短时间运动呢 我们体内啊 它能量供应系统啊 它有碳水滑物 有脂肪 来供应能量 那脂肪是个储备能量 短时间运动 只会动用我们体内的糖源啊 一些糖的快速能量动源 那么这个你运动完了 它就够实了 它就不会动用你的 储备能量的脂肪 来进行分解 来进行另一步的功能 所以你短时间运动 只是把糖分的 积极的短效的糖分的利用而已 你再吃一餐又补充进来 所以它对脂肪的影响不大 我其实不太明白 这个短时间运动 指的是多短时间 是指我单次时间短 还是整个周期当中的次数短 我不太知道 这个短时间运动 我们指的是 你这个运动完以后啊 你看你的身上的感受 你身上如果出现了酸疼的感觉 那运动量就不是短时间的了 酸疼感觉 它肯定动用你的储备能量 消耗完了 它有糖医生这种增强了 这个时候就会动用你储备能量了 所以说跑步 40分钟以上才行 对 那快速爆发力的运动呢 快速爆发力的运动 它消耗能量 也主要是我们的糖原 和一些的脂肪酸 是非常快速的 供应能量的一个物质 如果你没有持久力的 光是一拳打出去的 这种运动来讲 那么它消耗的也是快速能量 也动用不了你的脂肪的储备能量 那大运动量的运动呢 那么大运动量的运动和长跑运动来讲 都会增加能量的供应 那都会消耗你储备能量 都会降脂 减肥 减肥也没问题 但是大运动的运动 我和长跑运动来讲 要有一些小区别 就看你的体质体力 其实我们很多肥胖的人要小心 我们在运动的选择方式方面 要注意 不要损伤自己 对 你运动以后 要持久能坚持的运动 不能说我这个运动以后 你自己会受伤 因为你对关节啊 对足踝的压力啊 等等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好选择一个缓慢持久的运动 能保持自己身体 不做损伤的情况下 坚持着运动 才是最好的运动 好的 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这里有爱美食的养生大厨 如果再过四十年我会成练 早起成练究竟是利是弊 有的时候呢污染环境比较重 所以我们也不太主张 早就觉得在外面的户外的 长时间的运动了 运动减肥到底有何诀窍 运动以循序见见 什么叫循序见见 以运动后不劳累为主 十一特别节目 餐桌上的养生精致 你真的会减肥吗 饮食养生会精彩正在你 老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 是减肥 老师也给我们列举了一个题吧 来我们看一看 运动后应避免的不良习惯 锻炼要在早晨 运动后大量补水 我们先说这两点好不好 大家平常锻炼有在早晨的吗 晨练的 我少 我一般都会去选择下午 对 就睡醒之后再去锻炼 然后我再过四十年我会晨练 不是 我是觉得早晨起来大家都上班 然后都开车出门 然后尾气比较多 然后不能这个时候运动 不然最后是帮大家去吸尾气 那运动后大量补水呢 这个要喝呀 因为出很多汗 然后很渴呀 就是要喝一下 我觉得是应该适可而止 不能说运动完 马上来一大瓶 其实对身体不好 反正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的教练跟我说过 老师先解释这两条 锻炼一定在早晨的 其实我们如果是个田园的环境 空气清晰 其实早晨的空气是最清新的一个环境了 那么其实如果能够 我们叫中医认为呢 要与阳光相结合 不要太凉 太温度 温差太大去运动 一定阳光初出日照起来了 又清晨的状态 可以做一定的晨跑晨练 是很好的 当然现在的城市环境 有的时候呢 污染环境比较重 所以我们也不太主张 早晨起来在外面的户外的 长时间的运动了 那运动后大量补水 运动后我们觉得应该 适当的补水是应该的 大量也没有太多的必要性 好的 我们再看看后面几点 在运动过后 吃冷饮来帮助降温 或者是大汗淋漓之后 立即冲凉 这不好 是吃冷饮降温 然后那个本来张开了毛孔 然后都被 一下就被激住了 然后感觉这个汗就出不来 容易生病 而且我觉得冲凉水不对 我觉得我每次用完 喜欢用热水 然后才舒服 老师 您觉得 这两点到底什么讲究呢 其实吃冷饮呢 我们说呢 它是这样 吃冷饮都建议你 温一温慢慢下 对胃肠来讲 温差越大 对胃肠刺激是越大的 很热的时候拿温水 只要比你体温 稍微的低一点的水 你就是能够很好的降温了 好的 老师 我们看到第五条 就是用体温 来烘干汗湿热的衣服 那这一条 为什么不太科学呢 因为我们出汗以后 身上要及时地 把汗液排清擦干 否则的话 你毛孔都张开 大量的汗线蒸发水分 降温的时候 你特别容易受凉 大家有这个感觉 洗完澡以后出来 身上带着水汽的时候 就感觉很凉 冷 冷 为什么呢 因为水要带走体温的 所以我们及时把 这个水擦干 你保持你的恒温温度 避免着凉 那么你 你用体温去烘干的时候 水分不及时走 这个水整个塌下来 这温度带走你很多的话 你很容易着凉 哦 原来如此 老师说了 运动后应该不避免的 不良习惯 还有后面三条 你们一人解释一条 来 监视无敌 你觉得运动后 吹空调解暑 为什么不好 这就和那个 大汗淋淋之后冲凉 我觉得差不多 就是运动完之后 毛孔张开了 浑身就是热热的那种感觉 突然冷冷冷风啊 空调一下一击 感觉就受不了 嗯 这是你的理解 寒气愈洁愈内 好的 那运动强度越大越减肥 变妍 你怎么看 刚才老师有说了 就每个人的体质呢不一样 然后适合的运动量呢 也不一样 那我们还是要 根据自己的体质 然后去适当地 循序渐进地 然后去运动 哦 我觉得是运动之后 我自己有感受 你那个小腿的线条 其实是越跑越好看的 而绝对不是人们说的 我越跑步 我的腿越粗 就是因为你运动后 马上休息 才造成你这种肌肉 没有得到放松 老师 你觉得他们说的对吗 其实我刚才觉得冰盈啊 说得非常好 嗯 那个我们说呢 这是这个运动以后呢 这个由于你这个运动以后 我们说什么叫运动量的掌握 很重要 那么运动量 我个人觉得运动以循序渐进 什么叫循序渐进 以运动后不劳累为度 哦 啊 就为什么运动后要休息呢 说明他运动后完了 有点劳累了 他就觉得自己 哎呀 我就想做些歇着了 这个运动量就过了 他的介绍你应该知道 如何有效地来减肥了吧 嗯 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此时此刻我们看看 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提出了怎样的问题 菲菲菲你瘦了 老师啊 我很郁闷 都说运动减肥 可我怎么越动越肥呀 嗯 就是这个减肥呀 它是个系统工程 真的 我们叫这个生活方式重建 它包括了饮食 包括了运动 包括了你的这个起居 等等 包括很多 包括你的睡眠 你看好多人有呼吸水平斩瓶 打扰呼吸 减肥 养代谢补养 血氧很低 这种人减肥是很难的 哎 你把呼吸水平斩瓶给就弄了 哎 减肥想不出来了 所以减肥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绝不是一个单打烟的事情 你非得玩运动 但你是不是玩给你吃的 是不是 玩运动 所以我说呢 这个东西并且它时间 有一个时间要求 一般我们说这个 一般一个月减个 三五吃劲 三五斤五斤吃劲 都算长长 太快了 并且它是一个什么 叫重建 就是这个运动 你得长期的坚持 天天坚持 照健身的生意 坚持一个倍 就是这个运动方式 饮食方式重建 减肥成功 那么就算体重一斤不减 我告诉你 你火影为少 不胜时机不改网名 老师您好 我听说每天喝醋可以减肥 真的是这样吗 那喝醋减肥的内容 也不是说是这个运动的 调料 咱们把醋和调料 各种酸骨 酸甜苦辣咸 各种调料 这都是调料味的 调口味的 调口味就增加食欲 助消化 所以我们说 减肥要想成功 吃中药 为什么要清淡 因为怎么样 增加了口味 就吃到多福音 是少过调料 好嘞 希望我们的解答 能够对您的生活 有所帮助 能够帮您解除 生活当中的烦恼 此此刻我们看一看 我们的大厨在厨房当中 给我们做出了 怎样的美味 让我们一起共同来 味道鲜美 肉质嫩 看大厨如何用珍珠鸡 搭配红酒 做出不一样的美味 今天做的这道菜 就是红酒珍珠鸡 就是用这个红酒 来跟它喷汁 饮食养生会 周末特别版 明星来主厨 精彩继续 健康生活 欢迎来到 养生厨房之明星来主厨 太热闹了 来了我们的这个 大厨明星玉老师 以及我们的 著名演员 吴海棠老师 先带观众欢迎一下两位 吴海棠 中国内地著名女演员 参与都市女人 陆小凤与花曼楼等 多部热播影视剧的演出 曾获首届 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优秀女演员奖 今天两位来到现场 准备了这么丰富的食材 这杯红酒 是给我带的吗 让我养生用 这红酒可不是给你喝的 是拿来做菜的 是吧大厨 是 鸡看着也跟平常鸡不太一样 对啊对 这个鸡它实际中 就是内蒙古什么样的鸡子 它主要是在大自然生长 而且这个鸡非常凶猛 口齿防虫长大 生长期是一百八十天 我今天做的这道菜 就是红酒珍珠鸡 就是用这个红酒来跟它喷汁 好 我们赶紧吧 期待 是不是先要把这鸡给剁开 太大一只了 我先要剁鸡子了 先把鸡给分成几个大块 对 分档去 我们今天是做的这个菜 是属于家庭鸡汇的这一种 所以稍微大点 有鸡团 有鸡翅 有鸡肉 所以是一个整鸡做的烘烧的 好 我们现在鸡子都好了 我们要开火了 要开火 我们要烧一锅热水 把这个鸡子穿一下 大概要穿多久 穿到一定的程度 血水出来后 我就要把它捞出来了 现在捞出来 捞出来 把洋葱先单独炒一下 主要是把洋葱的香味炒出来 把它的香味煸出来 再加点芭蕉 桂皮 现在我们已经闻到了 这个洋葱煸出来的这个香味 是吗 感觉到了吗 当然 我看到洋葱现在已经开始 泛出那种微微的金黄色 这个是不是就快要差不多了 是的 把它的香味提出来之后 我们就不要把它捞出来 洋葱就不要了 这个洋葱芭蕉 我们主要是提起它里面的香味 我们锅里留下的油 是洋葱以及各种调料煸味 对 已经现在很香了 闻到 我要把鸡子下去去炒 这个最后放进去 没错 我要把鸡子先放进去 今天我们要做这个红酒珍珠鸡 其实曾经我们也知道 有些红酒做成的菜 比如说红酒牛肉 所以我想问吴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养生厨房 你测一把这么好闻的红酒带来 是怎么想到要吃这道红酒菜的 因为我听说红酒 女孩子最调菜现在说不是养年吗 是的 那我就想那红酒做成菜 是不是又美味又养年呢 不管是老的少的 男的女的都可以美美的 刚才余老师是加了 现在在加香辣酱 加香辣酱 香辣酱 对 把它炒至颜色 然后我们把它在锅里炒匀 对 把它炒进味 炒入味 炒入味 对 炒入味 我看见现在颜色都不一样了 有点变着金黄的颜色了 这回闻就香了 稍微要加一点点 稍微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料酒 为什么要加料酒呢 去腥真香啊 我们的猪猪出来了 我们的猪猪 红酒 这是红酒珍珠鸡 就是期待的 我们这一杯都要加进去 对 红酒下锅以后 我们的鸡的颜色都变得红嫩了 对啊 香味出来了 出来了吧 带着点酒香 我们要让它焖煮 焖烧三十分钟 焖烧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 咱们就有美味佳肴了 三十分钟了 等得好焦心啊 有没有香味啊 好香啊 马上飘满了 我们的养生厨房 对啊 现在我们要加的是 辅料是吗 对 排算呢 它烧的时候 它不会散 好看 便利食用 现在下这个 这个胡萝卜含 有很高的维生素 青春也是 犯癌的一种食材 所以我们 要荤素搭配 好 我知道 现在平常 好多家里喜欢 就胡萝卜炖牛肉 没错 对吧 但是今天学到一道菜 胡萝卜加莴笋 对 珍珠 最后起锅的时候 我要加一下 我们老家的这个 双辅椒油 发酵油是麻 这个是清香 而且它有去寒的 有芥术去寒的 OK 我们的菜都已经完了哟 好 要出锅了 出锅了 红酒珍珠鸡 一 先把鸡洗净剁成块 开水超烫后取出备用 二 少油起锅 下入洋葱 八角桂皮等 煸炒出香后取出 下入鸡肉大火爆炒 三 鸡肉拌熟时 下入香辣酱料酒 翻炒后加入红酒 焖煮三十分钟 随后加入配料 翻炒即可出锅 这道美味又营养的 红酒珍珠鸡就做 这道珍珠鸡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 这个肠道蠕动 等等各方面的功效 为您的减肥事业 添专家吧 吴老师一直嚷嚷着要吃 来 赶紧给您 递双筷子先尝尝吧 好想吃啊